女子把狗当成儿子从不拴绳 结果扑到街边 一鸣小男孩 怎料女子就在一旁袖手旁观 面对家长的指责 反而放下狠话 直言自己有钱 大不了就赔你医药费 可话刚说完 女子就遭到了暴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眼前一脸抓痕的女子是邓女士 她称当天正赶上周末 便打算带着自己的爱狗 去外面溜完 因为她经常把狗当成儿子看待 所以出门经常不拴狗绳 谁料这天狗狗却出奇的兴奋 直接向街边的一鸣小男孩扑去 在邓女士看来 狗狗不过就是想和男孩玩耍 并没有真正地咬到男孩 谁知男孩的爷爷奶奶却瞒不讲理 是非不分 就直接一脚踹着她狗狗嚎叫连连 要知道 在邓女士心里狗虽然是狗 但也等同于她的亲人 既然亲人被打 她怎能善罢甘休 当即冲上前找两名老人理论 声称自己的狗肯比吕布的宝马赤兔 是她花大价钱买来的 光一顿狗粮就能顶你们三顿饭 要是踹坏了她的狗 你们能赔得起吗 更何况打狗还得看主人 她可是一流的电台主制人 一年收入就高达30万 就算咬到人了 她也不怕 大不了赔点医药备又能如何 她希望两名老人能向她认错道歉 否则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结果话音刚落 就遭到了一击重拳 女子当街遛狗不拴绳 吓哭男孩反而一脸不屑 直言就算咬到了她也陪得起 男孩的爷爷奶奶 见孙子被狗欺负怎能乐意 直接一脚就教狗狗做狗 踹得狗狗连哭带叫喊妈妈 邓女士见自己狗儿子被打 一时间怒火涌上心头 先是对大爷一番亲切的问候 随后更是扬言 有能耐连自己一起打 而大爷大妈健壮 也决定满足邓女士这种无理的要求 直接一拳两脚三飞踹 就把邓女士打得找不到北 起身就带着狗狗住进了医院 邓女士本以为自己是名年轻人 而对面阵容则是两名老人 她即便让老人两只手 都未必能打得过她 谁知却小瞧了老人的爆发力 把她打得眼抱金星 倒在地上让她只想回家找妈妈 要不是有路人劝阻 说不定自己就提前步入了老年坐轮椅的生活 而经过医生诊断 邓女士原本就智商开忧的脑子 因为被打成轻微脑震荡 而雪上加霜了 更惨的是 脸部和身上多处地方都被抓坏 这也是邓女士最忍受不了的 决定喊来媒体替自己讨公道 让两名老人去吃牢饭 老大爷跑过来一手把我头按着 一手把我这个手抓着 他们两个同时 老大爷拿拳头打我的头 然后那女的一边戳我头发一边挖我脸 女子光天化日遛狗不拴绳 导致孩子被狗扑倒下哭 谁知狗主人却在一旁袖手旁观 声称就算咬到了孩子 她也能陪得起 孩子家长见女子竟敢如此口出狂言 也是决定亲手送女子去趟医院 邓女士看着自己被抓坏的花猫脸 一时间气得牙根直痒 要知道她可是靠脸吃饭的主持人 如今脸被抓花 也就意味着她几个月 都不能站在台上受万人瞩目 所以这几个月的薪水 应当有两名老人负责 不赔她个几十上百万 她是不会就此收手的 越想越委屈的邓女士 决定曝光两名老人的恶行 但令她怀疑人生的事 网友们纷纷站在老人的一方 没有一人愿意支持她 认为邓女士 也应该为自己的猖狂霸道而买单 正当邓女士气氛之际 吃瓜网友又爆出了邓女士的各种黑料 可能邓女士担心会给自己 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决定主动向孩子与其家属道歉 并删掉了视频 而此事被电台得知后 也是送了邓女士一份炒鱿鱼 对此小编提醒大家 六狗一定要拴绳 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 那么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